一直当于拇指长度的虎头锋就停在小队长的左耳上 小队长担心被遮,慢慢走到室内 最后是趁机用毛巾把虎头锋拍下打死 但是他的耳朵上已经被虎头锋咬掉一块表皮 当下我不敢打他,我怕他打下去他就直接遮下去 我就震惊的,等他咬到差不多了,自动飞走 我才把他打下来 张信小队长当时在德基水库步行巡视 他听到耳朵边有嗡嗡声 最后虎头锋停在耳朵上,伟真还贴在他脸上 事后小队长在脸书抛文,说被虎头锋咬了五分钟 吃下午一大块肉 不少人几乎太夸张了 还有人怀疑是不是要在他耳朵内煮巢 连捕风二十多年的专家也是头一次听到虎头锋会咬人 停在你上面,你就往反方向离开他的势力范围 拍打他会不会被他叮 有可能,叮的伤害比较大 如果说他有过敏体质的话 定下去之后,你如果没有及时去医院的话 那个过敏反应会比较大一些 专家研判,可能是入洞后食物来源不足 虎头锋才会误把人的耳朵当成昆虫咬下去 消防局提醒民众 上山要避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擦香水 如果遇上虎头锋,要保持冷静 迅速离开现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